不是的,林鄭去張仁龍的喪禮可能是記性不好記錯了, 張仁龍是支持民主,在回歸之後她是叫政府民主改革, 她記錯了去錯了,可能都被人譴責了, 我想她勤力,我們特首,手傷了都繼續出來做事, 希望她早就康復,也希望她早就可學懂以退為進, 修補香港,因為我個人仍然很堅持覺得 就是修補香港的第一步,真的要換個特首, 因為就算你怎樣施壓,有國安法這樣壓下去也好, 你有個特首經常提醒別人, 當時2019年就是她的決定, 是她的建議,這個逃犯條例, 你怎樣都好似林鄭自己所說, 現在市民的信心,市民的關係, 永遠都是她承認很重要, 她一直在那裡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我對這些反話沒甚麼看法, 她都不停出來講這些反話, 即是說無清一色,如果你要信的是無清一色, 你便信到夠,你要信無清一色的人, 即是信迪志遠是非建制, 我也自己出了個post,迪志遠是非建制, 我是建制派,我認建制派,不如建制派有游水舔, 如果他們繼續喜歡講這些便可以講, 沒有怎樣理會那些事, 甚至乎她出來講特赦組織解散, 她說如果你不犯法,為何需要解散, 47就沒有犯法,一邊被抓, 說來廢話,別人喜歡做事,別人勤力, 不要這樣批評別人,別人勤力做事, 即是前輩都會跟你講,你成功有兩種, 聰明的人和很蠢的人,不過很勤力, 都有機會成功,有平等機會, 不過我記得微軟的老闆有講過, 如果一個很笨很勤力的人和一個很懶但很聰明的人, 她都會請個懶和聰明的人, Bill Gates是這樣講過, 所以林鄭退休沒什麼機會去微軟做顧問, 因為她是屬於笨和勤力那種,Bill Gates不喜歡, 但別人勤力不要批評別人, 別人喜歡將勤補絕, 她這麼多絕,她有排補了,她真的有很多缺點, 當然她自己看不到她最大的缺點, 她不肯罷休,她看到她那個缺點, 她又升一級,香港亦有得夠, 如果看到她那個缺點,她便下台, 她便會問責下台,她不會看到, 笨人只是會勤力,你不要批評別人, 她起碼都在試,盡量勤力做事, 不是,因為她最近講話經常有踩過界, 又批評房屋處, 她現在講話就要預先聲明, 你知道港大市民及媒體都是很尊重一個特首講的東西, 未試過有個特首講完後說嘻嘻嘻我講少渣, 她現在小心點,前所未有這種特首, 講完出來罵完人,我不是罵他, 或者我不是這樣意思,前所未有這種特首, 這個是喜歡講話的特首, 講完後就喜歡嘻嘻嘻,我不是認真的這種特首, 其實如果中央委任我作特首, 她便會看到不同的特首, 我不喜歡講話,真的不喜歡講話, 但我一講一句出來,我就做了, 即是好像她委任我之後, 我會跟中央很充分解釋我為何要回應五大訴求, 我就三言兩語講完,就放人, 我不會講那麼多說話, 不需要開那麼多記招,我就放人開始, 政治犯全部都放了, 不會那麼多說話,行動表示。 很差,因為其實全世界都已經邁向跟病毒共存, 至於你打疫苗不打疫苗, 其實我們經過兩年的武漢肺炎經驗之後, 其實那些人根據自己的身體狀況, 還有沒有長期病患, 那些人都開始有多些知識去決定打不打疫苗, 只不過我想還有一小撮人可能因為抗拒被迫打疫苗, 你不打疫苗就不能去這裏,不去那裏, 不通關,包括, 所以他看他的樣子永遠不能夠達到他要達的標, 但是我們特首都是堅持, 都是要走這條路線都是利有不成功, 送樓送車又不夠多人捐出來, 這樣就威逼, 所以其實跟世界走向的路線是脫折, 他不是走跟病毒共存, 他原因是甚麼呢,原因是因為他接種率的疫苗太低, 但是他所演繹的怎樣能夠令到這個疫苗的接種率提高呢, 他就是用威逼,你想想他多矛盾, 不斷自己踩自己的腳, 其實他應該去考慮的方法, 我個人認為是應該令到別人自願性去打, 但是他又沒有威嚴,他又沒有民意, 他應該以退為進,做一些好事, 這樣人類就會多了一班人去抗拒他, 就自願性去打, 那些人就純粹看醫學的理據, 因為打疫苗其實大部份的人類, 不要說只是香港市民,大部份人類都明白, 如果我有足夠數據及足夠知識對疫苗, 永遠的疫苗是打了好過不打, 因為你知道那些嬰兒子出生都要打, 小癌麻痺症這些疫苗, 所以那些人是明白,打好過不打, 但問題是武漢肺炎太新了, 所以醫學的調查不夠多, 那些人沒有信心, 亦見到有些個案其實很多新疫苗出來時, 都有些人是有些complication, 是有些病發後遺症都令到他們重病或死亡, 但這是平常的,因為這麼新的疫苗, 但那些人會衡量,你越是放寬, 用一個以退為進的方法, 反而我個人覺得接種率還會高些, 但它無辦法,現在它一直以來 都是用這些除了理由外, 就是用一些威逼的方法, 它變成這樣,香港會繼而落後, 你全世界都開始開放, 但偏偏是,你在香港去美國都不用隔離, 現在偏偏是美國回來香港時, 要隔離21日,你永遠都是落後, 它的態度就是跟國家政策, 一國兩制都不是港人治港, 其實這個封關的決定,你真是看香港的利益為首, 如果這樣也要考慮到要國家怎樣看你的話, 失敗了,一國兩制沒有邏輯, 零邏輯, 真是完全不明白, 真是沒有邏輯, 不明白它後面的想法是甚麼, 即是效忠國家的話, 就算了嗎? 什麼事了還再見! 怎麼回到來,